好 那第五章呢 我們講的是這個 probability 那理論上 各位在學統計的時候 或是甚至高中學這個 機率論的時候 都會學到一些 裡面基本的概念 那在 統計學 不是機率論裡面呢 我覺得最重要 最先要定義的就是 這個 events 的概念 就是事件 中文班座 那 只要是在你的 sample space 裡面 individual 的 outcome 每一個 individual 的 outcome 就會叫做 simple event 那 這個是因為 當我們可以考慮 一個更複雜的 的空間 那可能有好幾個 event 綜合起來 它也可以說是一個事件 舉例來說 假設我考慮明天的天氣 是我的這個 sample space 那下雨是一個 simple event 那 晴天是一個 就出太陽是一個 simple event 那陰天也是一個 simple event 那可是有一些比較 比較複雜的 event 比如說 晴蝕多餘 那 你可以把它定義作為一個 單獨的 event 可是它可能其實是 代表的是 又有出太陽 又有下雨 這樣的 event 如果你把它分開定義的話 那 所以 所謂的simple event 指的是 就單一的一個 事件 其實這個單一事件 其實看你怎麼定義啦 OK 那 所以 它定義之一 simple event 就是最簡單的 最 單位元的 這個 事件 那 event 就是 other than simple simple的 event general speaking的 event 就是 collection or set of one or more simple event 就收集了 一些 event 或是一個集合式的 event 然後就叫做這個 sample space sorry 就叫做event 在一個 同樣在一個 sample space當中 OK 所以 它這邊舉的例子是說 row a die 這樣子 那 丟一個骰子呢 3 因為它定義了 只有6種結果 就是1 2 3 4 5 6 OK 它沒有定義說 比如說 骰子碎了 這個 這個event OK 那 它只有1到6 6的結果 那在這個space裡面呢 骰出3 就是一個simple event OK 那 什麼是一個 比較複雜的event呢 比如說 呃 奇數 或是偶數 這樣就是一個event 因為它 奇數包含了 1 3 5 偶數包含了 2 4 6 3種simple event的 集合 collection OK 那 呃 或是 the outcome is a low number low的話 我們假設定義 low number 是比如說小於等於3好了 那 1到3就是定義成這個 outcome is a low 就這個event就有三種 三種simple event組成 那這就比較像一個 set of event OK 就你用 set 集合論的形式去描述一種 條件環境 看不到是 看不到是 好 對 條件環境 那這就是一種 呃 呃 就事件的表達方式 OK 這都很基本 可是 這些定義都會幫助到我們 要更好的理解一些 其他東西 好 那 有了事件之後呢 我們就會對這些事件 下一些機率 OK 那 呃 在我們目前討論的這個 環境當中 因為事件 比如說 骰骰子 它就只有6個事件 對吧 好 那是有限的事件 所以呢 assign 給每一個事件的probability 有一些條件 比如說 每一個都要大於等於0 沒有負的機率 然後呢 所有的這個 呃 機率加總必須是1 那 如果有這個兩個disjoined event disjoined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假設A發生 AEvent發生 BEvent就不會發生 BEvent發生 AEvent就不會發生 OK 或是說 呃 A B的這個 呃 呃 呃 叫什麼 呃 交集 intersection 是 空集合 那 在這個條件之下呢 我們 第三個知道的事情就是 probability of A union B 它會等於這個 PA加PB 這三個requirement 給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定義一個這個 像這樣子有限的 Event 下 定義的這個 sample space OK 那就是 assigning probability 的 rule 就可以被這樣定義出來 應該這樣講 OK 那我們實際上要怎麼 給這些機率呢 剛剛這些條件是 很鬆散的條件嘛 對不對 比如說 骰個骰子 我可以定義 比如說 1到5的機率都是0 然後 骰出6的機率是1 這是一顆會作弊的骰子 這樣 只會骰出6來 那 它 呃 全部加起來會是1 然後 呃 任兩個event 如果沒有交集的話 加起來會是 呃 它的這個連擊 會是 兩個機率相加 OK 那這些都符合 都符合條件 對吧 好 那可是 這個好像不是我們 習慣講到骰子的時候 會給它的機率 那我們到底實際上 怎麼給它這個機率的 就是大家直覺可能會想 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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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都六分之一 一到六分之一 這是怎麼來的呢 OK 那最常見大家 高中就會學到的 就是所謂的古典機率 古典機率其實說的是 它的 assigning probability的規則 那這個規則就叫做 呃 這個 classical approach 那就說 如果在一個這個 呃 實驗當中 這個實驗它指的是 比如塞塞子這個叫做一個實驗 它有 N個這個 simple outcome OK 那 剛剛 塞塞子就有六個simple outcome 一到六 對吧 那我就把 這個 each outcome 都 assign n分之一 這個 probability 所以 我就得到 這個 就是 肉爾代它 probability 就會是每一個都是六分之一 那 如果是 骰兩個骰子呢 骰兩個骰子 這時候它event的數 就從 六變成 六乘六等於 三十六嘛 對吧 那這三十六個event 還有三十六個simple simple outcome 或simple event 長得是像這樣子 一個pair的 一一一一一二 一三一四 包括二一 這也是一個event 二一跟一二 那這也是不一樣的 OK 那 總共會有三十六個可能性 但是三十六個可能性 因為它有三十六個simple outcome 那我定義每一個的機率 就是三十六分之一 就這麼簡單的概念 OK 我有幾個simple event 我就定義幾個 這聽起來很合理嘛 對不對 那個 頭一個銅板就是 兩個結果 所以是二分之一 好 那可是這個就有一些 就是誤用的狀況 OK 舉例來說 我在一些網路討論版上 看到說 現在大家不是很留級玩手遊嗎 手遊大家都知道裡面有一個抽卡 或是抽角色的概念吧 有這個概念 知道我講什麼嗎 其實你不玩 那所以抽角色就是你想抽中的角色 你有沒有抽中跟沒有抽中 這兩種可能性對吧 那 誤用這個classical approach的結果 就會跟你說 啊 這個 所以 其實就只有 管它官方公佈的機率是多少 只有抽中跟不抽中 所以抽中的機率就是二分之一 OK 好 那 那實際上 這背後的機制是什麼呢 背後機制可能是 電腦會 骰一個擺面骰 就是一百個 一百個可能性的骰子 那這骰子骰出來 只有某幾種 outcome 才是你要的結果 OK 所以那個simple outcome 定義的是在一個不同的space上 你定義它在這個 哈囉 幫我順便關一下門好了 你定義在一個這個 錯誤的space上 就是抽中跟沒抽中這個space上 你就會覺得 好像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機率 那定義在一個正確的space上 你可能就會發現 你抽中的機率可能只有1% 或是0.1%這樣子 OK 所以在什麼space上 其實是重要的 那classical approach 其實有個前提 就是認為說 在一個自然的環境當中 同樣對等地位的事件 它的機率應該是一樣的 OK 好 那注意在對等這個字 就像 還有一個例子 那個 我跟我家人打麻將的時候 打麻將有一個規則 是一開始要骰 三顆骰子 然後決定抓那個 一個的位子 然後 呃 他們就發現說 骰出來 嗯 他們 他們就常常說 骰出來 常常是9這樣子 然後就說很邪門 很不科學這樣 那可是如果你 呃 你把9當作一個event 然後骰出9當作一個event 骰出3也當作一個event 然後把他們當作對等的event 你就會覺得他們的機率 和3應該要一樣 可是其實骰出3 總和是3這個event 是你要把它想成是 111這個simpleevent 唯一的組合性 但9的話 有這個 135這個組合 也可以有126這個組合 它有超過一種組合 OK 所以它的機率出現比 出現3點這個機率高很多 是理所達人的事情 OK 好 那這個是classical approach 跟常見的妙 就是物用的狀況 OK 那另外一種做法 就是比較 嗯 科學一點的做法 OK 這叫做相對的這個frequency 的approach relative frequency approach 那 這個做法呢 其實就是 就是我先定義一個這個a 叫做這個event of interest OK 就是比如說 骰出9來 3個骰子骰下去 骰出的總數加起來等於9 這是一個有點複雜的event 那不管這個event長什麼樣 你可以定義這個a 叫做event of interest 我有興趣的event 那我們就做同樣的實驗 在這裡就是指 骰3顆骰子 骰很多很多次 骰n次 骰n次 OK 那 n 這邊有一點偷機啦 它這邊就是說 n必須要是 n is the number of times a could have occurred 就是說 你要骰這個n的次數要夠多 直到它出現 比如說 假設這個n太少次了 可能我 那個總和點數是1 這件事情 假設我定義的event 是總和點數是3 好了 那其實很難骰出來 可能 就是機率上它只有216分之1嘛 所以你要骰出來 可能 你骰200把 你都不一定骰得出來 對吧 那所以要骰很多把 這個n 它沒有明確的講n是多少 反正n要很多把 那我們就可以定義這個 relative的frequency 是na分之n where 這個na是指 這個a這個event 出現的次數 就我們三顆骰子 骰一次 骰兩次 骰三次 那只要一旦出現了 總和點數是9 舉例來說 我就把它紀錄上一次 那我骰了1000次 1萬次之後 我看到底骰了幾次 那我就很簡單嘛 就是次數除以這個大n 小n 講錯了 na除以n 就會得到這個相對的幾率 OK 那這個邏輯上呢 我們可以定義這個pa 就是 一樣是這個na除以n 只是這個n要取景於無限大 OK 那這個定義方式就是 邏輯上我們是希望 做到這件事情 但我們實際上做不到無限大 所以我們就是做很多的n 去define這件事情 那以 直銅板啊 或是骰骰子 單一顆骰子啊 這種 事件來看 因為它的那個幾率其實 嗯 就叫 na並不那麼難出現 就是simple event 1到6不是那麼難出現 所以你骰個大概 一兩千次 或是一兩百次 甚至 甚至就會發現那個幾率其實就 相除 就6個event的事件 不會剛好等於六分之一 這其實很困難 但是 都會接近六分之一 那你就驗證了 就是這個方法 就在抓這個感覺 OK 那 所以 這邊就想說 譬如說 假設我這個骰子 我骰了一百次 那結果 數字1出現了15次 OK 那 na這個事件 其實就是寫作這個 1這個事件 那 na是15次 n是100次 所以相除 這個probability a 就是大約等於0.15 那實際的值 你知道 假設是一個公平骰子 應該是六分之一 可能是0.1666 這樣子 那其實已經相當 接近了 這是relative frequency approach 那 第二個例子是這個 computer store 就是他 追蹤他每天的這個daily sell OK 那 然後 在這個30天內 有一天是一台都沒賣出去 有兩天是賣出一台 有10天是賣出兩台 意思類推 OK 那 這個 就是 Chance說這個 store will sell 3 lbs on a given day的幾率多少 那就是看 12 總共發生12次嗎 對吧 那 totally 會有30次吧 所以 12分之30 這個 6 就差不多40%的幾率 就是這樣算出來 OK 好 那 上面兩個approach都很直觀 比較可能同學比較不會過去曾經沒有 這個不會有接觸到的 嗯 是這個subjective的approach 既然有subjective的approach 那自然就相對應的 所謂的objective的approach 那什麼是objective的呢 這邊 可以想成是 所謂的主觀機率跟客觀機率 那其實我們剛剛講的兩種case 都是所謂的這個客觀機率 OK 只有這個 我們現在講這個 會是所謂的主觀機率 那這個主觀機率 呃 到底怎麼來的呢 OK 那 嗯 簡單來說這來自於 為什麼會有主觀 就是因為每個人的believe不同 每個人的信念不同 OK 那這牽扯到我們怎麼去judge一個event 我們怎麼樣去判斷一個event 發生的事件的高低機率 OK 嗯 好 那 注意就是說 其實即使在objective裡面 我們也會做judgment 並不是 並不是只有在subjective的時候 我們會做judgment 科普上舉的例子是說 你在classical approach的時候 比如說 你assign equal probability to simple event 也是一個judgment 就是我剛剛說這個judgment 叫做什麼 就是說你認為這些event 都有一定的重量 或是說一定的這個weight 你認為他們都是equal的這個event 所以你會給他們每個人機率都一樣 OK 好 那 嗯 嗯 那 真正關鍵 就是主觀跟客觀的差別呢 Lison 這個 這邊講的 是 在我們用這種主觀的這種實驗的時候 多半是受限於實驗是做不到的 或是他是不能被重複的東西 OK 那 那 課本舉的例子 比例來說 賽馬 OK 假設你考慮一個 假設有八匹馬在跑 那 So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of a particular horse to win OK 如果是古典機率的話 我沒有給你任何其他條件 那八匹馬在跑 你應該 主觀一直能認定說 這八匹馬是一樣厲害的馬 那 每匹馬贏的機率應該是均等的 所以就是八分之一 OK 那 我這邊沒辦法用那個 relative frequency的 approach 因為 賽馬就只跑那麼一次 我沒辦法 就是 邏輯上我沒辦法重複這個實驗 就算我再跑一次 也是不同的賽馬 OK 那 那 可是 賽馬這個環境 大家應該算台灣是違法的 但是 你們應該也知道國外有在賭賽馬 對 或是賭賽馬是一個很常見的行為 在世界上 那 像這樣的事件 這樣的 這樣的 怎麼講 就既然人 人能夠去賭博 那就代表 他悲傷的是他個人的judgment 覺得說 這個馬有比較高的機率獲勝 那個人有一個不同的judgment 對吧 而且事實上 要形成一個所謂的賭博的市場 本身就要必須牽扯到 每個人的judgment是不同的 如果大家都覺得 某匹馬要獲勝 那那匹馬 基本上賠率就會接近於零 就不會賠你 就算你勝利了 你也不會賺到任何錢 如果大家真的都覺得那匹馬 會贏 因為就是賭金會太多 也導致於最後就是沒有人 那個是沒有任何投資報酬的 換言之 那就不會有人想要賭 OK 那在這個前提之下 你就知道說 之所以會形成一個賭博的市場 一定是因為 你覺得 你看好 一號馬 我看好二號馬 每個人看好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才導致這樣的結果 好 另外一個機率是假設我們考慮 另外一個example是說 我們考慮說 明天哪一支股票會上漲 OK 那again 這樣的實驗 就是明天哪支股票會上漲 這個事件的發生 就是說 A股票上漲 B股票上漲 這個事件 是specifically title明天這個狀況 所以這個實驗我沒辦法重複 因為明天過了就過了 我沒辦法重過一次明天 對吧 那 所以 我就一樣是沒辦法去 重複做實驗 那所以 就一樣是用這種 subjective approach 就是人會根據他的判斷去 assign 一個 probability OK 那 呃 比較複雜的模型 要去預測未來的股票上漲的機率呢 通常都是 Rely on past data 就是我看過去的資料 舉例來說 大家有沒有聽過所謂的股票的所謂的技術分析 就說什麼 這邊看起來什麼 有一個低股之後 必定有什麼 三個上漲什麼之類 這種 comment 那這種就是 Rely on past data OK 那 呃 對 那 呃 你當然 past data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的 OK in some sense 好 那可是 呃 所以比你單純的去 呃 就是 憑空形成一個信念去做判斷 那當然是 還是好一些啦 但是 呃 你如果知道股票市場的運作邏輯的話 你應該也要知道就是說 假設有一個pattern是非常明顯的 大家都知道 一次大跌之後就會長三次 像這樣的pattern的話 那這個大跌本身也會提早實現 那其實 呃 pattern還是不準 OK 所以 大家要 呃 分清楚這個 subjective probability 這個運用的時機 還有他 運用的這個 嗯 這個困難點在哪裡 OK 好 那 呃 呃 上面講三種這個 assigning probability的規則 或是方法 好 同學有沒有問題 沒 OK 好 那 再來我們就會開始定義一些 呃 特殊的events 這是因為我們接下來 會用到這些工具 OK 呃 所謂的complementary events 就是所謂的 事件的反面 OK 呃 呃 A上面寫一個小C 就代表complement 或是這個A上面加一個bar 也是一個 常見的做法 OK 那說了就是說 這個 那我們定義這樣的 一半就是說 這個 這個complement的意思就是說 A不發生的事件 OK A發生的事件 叫做A 不發生的事件就叫AC 或者A complement Complement of A 那這樣 在這個狀況之下 機率就會被定義成這個 PA 呃 這個PA bar 或是PAC 會等於1-PA OK 那這個其實 你如果 呃 呃 有記得 我一開始講這個機率的 三大requirements 你就應該要記得 機率有幾個條件 其中第二個條件是說 所有的機率加起來要是1 然後再來一個條件是說 Distroined event 他們的union 的機率 必須等於他們分別的機率相加 對吧 那這邊其實你 呃 應該要看得出來就是 呃 所以 P A C Union PA OK 應該要等於 P A C 加上PA 對吧 這是根據 因為他們兩個一定是disjoined 嘛 By我的definition 他們就是disjoined 那這個東西就要等於1 因為 P A C Union A By definition 就是全集合 這是total 所以 那 所有東西 加起來的機率必須要1 這是第一條 這是第二條 OK 所以全部加起來是1 然後這個東西又等於這個東西 所以這兩個東西相加必定要等於1 那其實也就是這件事情 所以 Component這個規則就是從基本的requirement可以推導出來的 它不是一個requirement 所以它是有了一些基礎requirement之後自然會達成的事情 那 Union 跟 addition 就是 基本上 大的規則是 A union B 會等於 PA加PB 減掉 P的這個 A intersection B 這就是所謂的畫那個 所謂的文式圖會知道的結果 這就是這一塊是這個A intersection B 這塊是A 這塊是B 那所以為了 就是兩個相加之後要扣掉重複算 那這個同理 這東西其實是也可以從requirement裡面推出來的 OK 怎麼推這個 大家回去可以自己試試看 我就 因為這跟剛剛的技巧其實很類似 你想想看你 怎麼樣可以得到這件事情 A union B 照它的規則 照你的requirement 它有什麼樣的性質是你可以用的 最終你可以得到這件事情 或是你假設這個做不出來 你可以做做看 A union B 加上A intersection B 的機率 會等於PA加PB 這件事情怎麼做到 OK 怎麼用requirement做到 其實是一個蠻有趣的練習 OK 好 那 那如果 BA neutually exclusive 就是指disjoint 這件事情跟disjoint 是同一件事情 那 自然就這個PA跟PB 這個是空幾何嘛 所以這邊就會是 機率就會是0 OK 那自然就沒有這一項 那 一樣用骰骰子 的話 這個 even的機率是六分之三 low的機率是六分之三 那 even and low的機率 就變成只有2這個可能性 所以變成六分之一 那 even or low的機率 就變成 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 減六分之一 變成六分之五 那 一或六的機率 因為一六是 disjoint的 event 所以一或六的機率 就是一加六的機率 那所以 就是code就變成 0這樣子 所以就變成三分之一 這邊要另外交個東西是這個marginal probability OK 那我們這邊考慮一個狀況是這個 總共有這個1000名員工 OK 那 總共有兩種case 一種是這1000名工有部分的人呢 有 355人呢 是這個 有受到這個化學藥劑所 曝露在化學藥劑底下的 那其他645人是沒有曝露在這個化學藥劑底下的 那 同樣是這1000人呢 有268人是得了癌症 OK 那其他732人是沒有得癌症的 OK 那 在這邊 什麼是這個marginal probability 定義的不是某一個特定是 你要說定義的就是 它自己叫marginal就是定義在 是說 這個邊邊是這個邊邊 是這個表格的邊邊這種感覺 OK marginal你是把這兩個機率相加 舉例來說你定義所謂的 probability of worker 那個 有 who have contract cancer 那 你說你 應該這樣講 你先看的是 我剛剛是直接把這個數字講出來啦 不過 你收集到表格的時候 你收集到的是這樣子 4種case 4個人 一個1000個人 一進來 它總是這四個的其中一個狀況 對吧 所以你會得到的是一個這樣的表格 那我們就會去把這個旁邊的這 268732跟這個355還有645去 用這種橫向加總直向加總的方式去取得 那這個其實就是所謂的邊際機率 OK 那就是 做法就是這樣 就是把它加總而已 其實不是很複雜的東西 概念上 這個應該大家都可以理解 我就不細講 那另外要講的是 我們在之後會比較大量要使用的 但是我不定義前面也很難講這個 這個 所以我忘了 現在高中念文組的舉手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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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定義 Conditional Proprieties 那就會創造一個不同的世界觀 就是機率的世界觀 那可是我們傳統上的定義方式 就是這樣子定義出來的 就是一個相對機率的概念 P A intersection B 相對於P B發生的機率是多少 其實在講的是這件事情 那今天如果AB是 independent的 那這個P intersection B 我們就會定義 這個其實也是個定義 什麼叫做AB independent 它定義的條件就是 P A intersection B 等於 PA 等於 PB 這也是個定義 這個是個定義 底下這也是個定義 那只這兩個定義結合起來 你就知道說 如果 如果這個 AB是 independent的 那PA Conditional B 就會等於 PA 那直觀解釋也很合理 因為 你說 A發生 Conditional B已經發生了 可是因為AB是獨立事件 所以B已經發生這件事情 對我判斷 A是否有發生 或是還是沒發生 這個是沒有什麼幫助 所以就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那同理 如果AB是 mutually exclusive的 那其實 這個東西就會是0 對吧 所以PA Conditional B就會是0 那同時 同理可推P這個B Conditional A 也會是0 那特別在這邊注意 尤其是高中課程 我覺得他們大部分都分開來教的 那很多同學 我實際上考你 問你說這兩個東西 什麼不同 你可能想得出來 可是在做題目的時候 常常觀念是混淆的 什麼是independent 什麼是 mutually exclusive 或是disjoint event 這兩個東西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你在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定義的方式就不一樣 在那邊 PA Conditional B是定義為0 這是 mutually exclusive independent定義的 是這樣子 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OK OK 好 那 好 同樣回到這個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的case 這個worker example 如果我今天要是 那些 Conditional 你有受到這個 chemical的exposure 然後你又得了癌症 這個狀況 你要怎麼做呢 因為是Conditional 你有exposed to chemical 所以他取的是這個 這個 355人 因為Conditional這個條件 那你有這個Cancer 是其中的220人 所以定義這個機率就是220 除以355 大概等於0.62 大概等於0.62 那 再來我們教這個Multiplication Rule 這個Multiplication Rule 或者是在這個計算這個Joint Probability 的時候 滿好用的一個條件 OK 那 它其實只是一個rearrange OK 就是 什麼的rearrange 就是 根據這個條件機率的rearrange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 我們可以把P 交集 P A交集 P of probability of A交集 B 定義成 或是寫作 P A conditional on B 乘以PB 其實就是把這個PB 除過來這個底下 你就會知道 剛剛根據定義 P A conditional on B 是等於這個東西 同理 我也可以把這個A 放過來 就是A如果除過去 你就會發現 這就是P B conditional on A 的這個定義 那可是 因為 P A交集 B 跟P A交集 B 在這邊這塊是共用的 所以你甚至可以把這兩個畫上等號 這就是這個Multiplication Rule 這種乘法規則的一個應用 那你如果 那個 記憶還是很清楚的話 你應該知道 之所以我要講這東西 是接下來就會講到這種 Base Rule的東西 就會直接應用到這個 那這邊舉個例子就是說 比如說 Event A 是一個 是 撲克牌 抽到一個A Event B 是這個 抽到一個 Spade OK 那A Union B 這個Event 就是 Spade A Spade Ace 那P B 是這個 五十二分之十三 然後 P A Condition on B 就變成了這個 只有十三分之一 OK 是高達十三分之一 應該說 就是說 你已經抽到了一個Spade的時候 抽到Ace的機率是十三分之一 OK 那所以 P的這個 A Union B 就可以寫做這個 這邊寫錯了 這邊寫錯了 這樣才對 這上次居然沒發現 這個底下的同學也是沒發現 上次 A 交集B才對啦 才會變成Spade Ace OK Spade Ace 那所以 我就算我不知道這個 Spade Ace的機率到底 確實是多少 OK 那我可以藉由這個 A Intersection B 就會是P A Condition on B 你只要知道 就是說 在這邊意思是 你只要知道這個 黑桃 Spade裡面呢 十三張 總共有十三張 裡面只有一張 是這個Ace 另外 你只要知道這個 黑桃 佔這個 全部裡面的比例是 十三分之五十二 你就可以求得這個 Spade Ace的機率是五十二分之一 OK OK 好 好 那 呃 再來一個這個 呃 這個 probability tree 的這個 這個 類似這樣的 tree 我們在接下來的課程當中 會看到好幾次 OK 所以一定要看懂 這是在畫什麼 OK 那這邊說的是 這邊純粹是probability tree 之後我們會有一個 decision tree 這個decision 會跟probability 混在一起 OK 那我們這邊講 probability 這個每一個這個 節點 都是一個隨機的事件 OK 那 所以這個 在這個 呃 投票的example呢 先是會投票 那投票之後呢 就有 投票的預測是呢 有六成的機會 這個 呃 socialist 會 好 的政黨會勝利 好 那 有四成的機會 這個 比較保守黨的 這個 conservatives的 這個政黨會勝利 OK 那 呃 socialist 的勝利之後 那 有八成的機會 你的這個 財產 因為是比較社會主義的 政黨 所以他 你有八成的機率 你的財產會被充公 會被國家化 那兩成的機率 不會被國家化 那如果今天是conservative 比較保守黨的這個 呃 政黨獲勝的話 那你只有三成的機率 你的你的 你的這個asset會被充公 那 有七成的機率 你的asset不會被充公 那 這邊 你如果要計算這個 你asset 就是在選舉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 在 還沒有投票之前的時間點 你要判定你的asset 被充公的機率 是多少 那你要考慮 就是有兩種 你 被充公的可能性嘛 一種是 socialist win 然後充公 一種是conservative win 然後你的 還是被充公了 那這個機率分別是 這個 0.6乘以0.8 0.48 就是 就是 這個機率 乘以這個機率 還有這個 0.4乘以這個 0.3 0.12 就是這個機率 OK 那這兩個機率 就是要用相加的方式 0.48加0.12 會等於這個 0.16 那為什麼它可以直接相加 其實也是用到我們一開始講的requirement 是因為這兩個event 一定是disjoined event 好 因為在前面這邊就分期了嘛 既然是分期的路 它不可能是同時發生的 OK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那 這就是 就是這個 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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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requirement tree 是這樣看的 OK 好 那 那 這邊就會講到一個這個 嗯 那個 很有名的例子 這個disease example 他說如果有一個hospital呢 這個 testing這個patient for a certain disease 我們現在就說是這個 是這個covid-19好了 OK 那 如果這個patient實際上有這個disease 那這個test就會diagnose 呃 給一個結果會是positive OK 那 如果這個patient 沒有這個disease 呃 這個diagnose should 那個return a positive negative sorry 可是因為這個test 就像covid-19的test 也不是完美的嘛 所以 實際上的結果是說 這個patient呢 如果他有這個disease 那99%的機率他會告訴我positive yes 這個人真的有disease 如果他沒有這個disease 依然有5%的機率 他會告訴我這個人有病 OK 就是所謂的偽扬這樣子 OK 那 另外呢 我知道這個 有10%的population 在這個國家 是有這個disease的 可能其實現在covid-19 差不多是這個比例 也不一定 OK OK 那 如果我隨便找一個路人來test 結果test出來是positive 那他實際上真的有disease的機率多少 OK 那 各位先直觀給一個數字吧 我給幾個範圍好了 譬如說 0到以10%為一個這個range好了 覺得這個人 現在現場幾個人 1 2 3 4 5 6 7 9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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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這個人 有病的機率在10%以下的舉手 1個 2個 2個 好 那覺得這個人 有病的機率在11%到20%的機率的舉手 1個 2個 3個 好 那剩下的人 就至少你們都覺得是20%以上 OK 好 那就也三個 好 但是八個人 中間九個人 所以是四個人 好 那 實際上這個問題要怎麼看呢 這個其實 可能你們高中也學過啦 但是就是我們還是 實在演練一下 證明一下剛剛 跟大家的直覺 因為這裡面至少有 不管是誰對 都有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的人是錯的 所以 大家的直觀很容易是錯誤的 這件事情其實很容易驗證 OK 好 那我們看整個population裡面 有10% 是有病的 OK 那 有90%是沒有病的 好 那10%這有病的人裡面呢 我接受這個test之後呢 有99%的機率 會告訴我positive 對吧 那只有這個0.01%的機率會告訴我negative 那剩下這90%的人呢 他一樣會有0.05%的機會test positive 然後有0.95%的機會會test negative 對吧 那所以當我在路上隨便觀察一個人 他是這個 這個positive的 他可能是哪兩種狀況 一個可能性是 他是這個狀況 就他真的有病 10%真的有病 然後中了 另外一種狀況是 他是沒病的 可是中了這個0.05%的機率 直觀上有這兩種可能 對吧 那我怎麼知道 到底他是哪種case比較有可能呢 就是看這兩種 就是看這兩種的機率 相對的機率 那我要看他相對的機率 假設這個的機率是A 這個的機率是B好了 我看他相對機率就是說 我看A加B total有多少機率 A占多少機率 然後A加B有多少機率 B占多少機率 就是他的答案 對吧 概念上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要做到這個A加A和B 要分別做出來 怎麼做呢 那就是 用我們剛剛這個 probability tree的概念 所以這個事件 A event事件發生的機率 其實是 0.1乘上0.99 他會變成 0.099 對吧 好 那這個event呢 他的機率會是 0.9乘以0.05 會等於 呃 0.045 對吧 對沒錯 好 那這就是A跟B 那我要的 我要知道他真的是病的機率 就是A嘛 所以我這個機率做起來就是 0.099 除以0.099 加上0.045 那這等於多少呢 你可以把0.0都刪掉 就是 呃 0.045 所以 他實際上有病的機率其實 只有不到70%的機率 那就代表這一段的同學其實猜測的機率都差距非常遙遠 對吧 好 那其實我還沒有繼續問下去 我剛 對 就是我剛沒有繼續問下去 這問因爲太少人了 已經剩下四個人而已 到我繼續問下去 整中遠的學中學其實也是差到 差到二三十% 所以 人的judgment在這種時候真的是非常容易誤判 所以 呃 沒有直接叫你們背 所謂的背式法則去算出來 我是用相對機械的概念跟你們講 這種東西應該要怎麼計算 就是因為希望你們有真的搞懂 這背後的計算 不是單純的把它背下來 再來是這個 我們會想要定義這個 discret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那這個其實概念上就很簡單 我希望看到一個所謂的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就是指說 我把 event 所謂的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其實是把 event 畫在橫軸 更準確的講 通常是指 simple event 把 simple event 畫在橫軸 然後 那 既然畫在橫軸 所以它通常是 它也不一定要有一個順序的概念 比如說點數是1到6點 這件事情OK 那有一個順序 那這邊是說 有幾架飛機 正在執行當中 這也是一個連續的數字 可你也可以是這個 side size 是這個正反面 那它就沒有一個 正確的說正先反先這個觀念 那你一樣可以把它畫在這個橫軸 那這個重軸 重軸 畫的對應就是這個 特定的 simple event 它對應的這個機率的高度 那根據這個機率的 requirement 我們知道這個 distribution 每一個這個高度是不能夠 這個高度是不能夠小於0的 所以它們一定都要大於等於0 然後這個每一個高度相加要等於1 那你看到就像這樣 你就可以看出一個分配 那就是 discret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那比較要講的其實是這個 continuous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這個高中其實也有講 就是比如說講 所謂的常態分配的時候有講 不過大部分觀念其實 並不是很清楚的 因為缺乏一些大學的數學 去協助你了解 OK 那我們定義其實 跟這個 discret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是同樣的邏輯定義出來的 我一樣是把 event 畫在這邊 那可是因為它是 continuous 的啦 所以它 by definition 就是一個連續的數列 才有這樣的 continuous probability 定義 如果它沒辦法定義連續的數列 它本身就不叫 continuous probability 所以它一定是個連續的數列 比如這邊是 time to complete a project 一個一週 幾週可以 complete a project 可是你 complete a project 的時間 不會是剛好一週整這樣子 你有可能一週多一小時 或是一週多一天 一週多一天就是 一有七分之一週 那就會是一個連續的數字 那我一樣 概念上我也希望定義什麼 就是每一個特定的 event 比如說18週 這有一個高度對不對 然後14週會有一個高度對不對 我希望定義這個高度 我希望定義這個高度 其實就是對應到 所謂的這個機率的高度 可是這邊有一個矛盾存在 因為我 continuous 所以我在這邊的 simple event 有多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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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無限個 對吧 那如果我給任何一種 它是一個正的機率 它是大於0的機率 我只要某些種類附近的都是 在這個小小的範圍之內 其實就已經無限多種了 就算我只給這個小小的範圍之內的人 這個高度就是它對應的機率的話 那就無限個正的數字要加起來 無限的正的數字加起來 不一定會爆掉 但在這種case之下 一定會爆掉的 因為它加同樣的東西加太多了 舉例來說 這邊可能接近二分之一的高 那只要附近加一兩個 它就爆掉了 所以無限的狀況之下 我們沒辦法去定義它的高度就是機率 好 這是為什麼 我實際上在這邊定義的是所謂的 continuous 是所謂的 累積的機率 比如說 我會定義說 我們會叫這個 by the way 我們會叫這個高度叫做 density density指的就是這個的密度 這種感覺 就是這個機率密度 那我們會定義 假設這個是到0了 那就是說從這個可能9點 我們就假設它這邊是 是10的時候就到0了好了 這樣比較好定義 10這一點 一路累積到 比如說14 這塊的面積 就會是所謂的 10到14發生的機率 那所以在這個邏輯之下 實際上 這個time to complete project 這個答案是 probability of 14 這個event 發生的機率是多少 它是14到14的機率 對吧 那14到14是沒有任何空間的嗎 所以它機率就是0嗎 所以事實上在這個定義之下 每一個event 每一個simple event 發生的機率都是0 可是它會有一個加 就是一個區域範圍之內 就可以定義一個機率 所以那 因此你可以知道 在這裡 probability requirement 最後一項就變成了 這個總的面積 第二項 這個總的面積加總要是1 所以我就說 所以我剛才說 只要這塊面積 它最終是要除以1 所以這個面積 其實就是它發生的機率 就是0到14 10到14 發生的 抱歉 發生的機率 好 好 那這也是為什麼 所以我們就會畫 所謂的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我們看的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叫做pdf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 這個叫做cdf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它那個d都是不一樣的d 所以不要硬背 cdf pdf 你要知道意思是什麼 這邊是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它是把10到14 你看 10到14 累積了多少高度 這個是0.2 對吧 這個意思是 剛剛我畫的 就是 這塊面積 我剛剛說 它是某一個機率 對吧 那這個機率事實上 就會是0.2 累積到14 累積到14 是0.2 14 累積到18 到18 累積差不多是 0.7 吧 那我們就知道 這邊是0.2 那total累積到這邊 是0.7 所以這邊 差不多是0.5 舉例來說 它是用這樣的方式 來去定義 所謂的pd distribution 然後這也是為什麼這個 尤其是 continuous 的啦 cdf有時候只能給你一個感覺 比如 不是 pdf講錯了 pdf可能給你一個感覺 比如說distribution 對不對稱啊 然後會不會 右偏啊 左偏啊 或是 是集中的 還是分散的 這種感覺 可是通常實際操作的時候 都用cdf會比較好處理 那 給定這個cdf跟pdf的定義 它就可以去定義這個 expected value 那 假設 比如說 我們說x是一個random variable 那random variable 這邊 我沒有實際去定義它 所以我覺得 要認真定義有點太麻煩了 那 概念上想像什麼是random variable 隨機變數的 它概念上就是說 它可以是一個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複雜的事件 OK 那只是我把它定義成一個變數 它 這個 所以它 之所以是這樣 因為事件講的是比如說 一發生或晴天下雨這種概念 那我很難 這就不是一個數嘛 那把它轉成 random variable 講就是說 這裡這個事件已經變成了一個數 OK 比如說明天的下雨量 我們不講晴天或下雨量 明天的下雨量 那就是一個continuous variable 那明天這個下雨量實際上是一個未知的事件 它會發明天會是一個實際的值 對吧 明天下雨量 這樣我們衡量出來假設是這個 呃 呃 呃 這個 30mm之類的 呃 明天實際上數字可能30.12mm 很精確的數字是這樣子 那 呃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們在目前這個時間點看明天的機率的時候 事實上30.12發生的機率是0 但它其實 終究有某個數字會發生 那這個數字實際上發生realized的事件 就是 你就可以說明天這個x就等於0點 呃 30.12 舉例來說 明天這個數這個x就會 像這個 那個 一個驚喜盒一樣它就會打開了 這個數就會被揭露出來 OK 那 所謂的 expected value of x呢 講的就是 平均來說這個x明天跳出來的數字會是多少 OK 那既然是平均來說這個數字跳出來的數字會是多少 如果它是discrete的話 我們就是看 每一個事件 每一個x跳出來的機率分別是多少 假設明天的下雨機率只有 下雨量只有20 30 40 exactly是三種可能 somehow我事先知道了 那 然後分別的機率是三分之一 呃 可能二分之一 跟這個六分之一 那我就是三分之一乘以二十 加二分之一乘以三十 加六分之一乘以四十 相加 就是所有的期望值 這高中都學過吧 好 這是高中學的 那 如果今天x是continuous呢 所以 我真的要考慮明天的下雨量 這時候呢 我其實這個 這個 x就還是x 小x 就是各種不同的可能性的x 這個pi呢 我就用f來取代 f其實就是剛剛說的那個pdf的高度 就是privacy density function的高度 這兩個 那 這個sigma呢 就是被這個 積分符號取代 這個 有修過微積分應該都知道嘛 這個積分其實只是 這個 這個sum這個符號的延伸嘛 就是 黎曼和的概念 應該大家都有才對 那 所以 然後呢 這個dx呢 其實就是 這個 讓這個x有些寬度的東西啦 就是微積分裡面講的那個 黎曼和的那個 一點點東西那個 所以其實只是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 運算符號啦 所以其實 終究其實 在做的事情跟上面 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定義就是這個f of x 乘以x的積分 在一定範圍之內的積分 舉例來說 在這邊的話 我一樣可以從負無線大 寄到無線大 但是更明確來講 我可能可以從 譬如說 8寄到23 那我就可以積完全部了 ok 好 那 所以這邊講了這個example 就是這邊是 這個 間斷的case 這就很好做啦 這沒什麼好講 這個如果是間斷的 discrete的case的話 假設你售 賣出0個的機率是0.01 1個的機率是0.1 一次類推 那這個expective value 就是0乘以0.01 1乘以0.1 2乘以0.4 3乘以0.3 4乘以0.1 5乘以0.09 然後再相加 最後得到的數字 ok 好 那 用一節課的時間 快速的複習一下 這個機率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我們就先下課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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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